下面兩個美食的秘密 先帶來看到最近有民眾在網路上PO文 他們說這梅花肉也就是豬的肩胛肉要盡量少吃 因為這個部位是打針的首選容易病變 在網路上引發熱議 但農委會說明梅花肉多半是豬隻肩頸部位 原來豬隻跟人類一樣 在生長的過程會給予完整的防疫措施 不過只有少數的豬隻 他們的梅花肉會出現肉流 而肉飯都會向這些部位先清除乾淨 那就不會影響到肉質的衛生安全了 消費者可以安心使用